上香一拜 前道非做不可 但成功桥扩快工程 预计将桥上三公尺人行道改车道 从双向四车道变成六车道 再设1.5公尺外挂式人行道 预计108年8月完工 换言之等于有将近两年的黑暗期 交为计划有做过 我有看过是还可以应付的 因为至少可以跟现在一样 因为它现在是四线道 它在整建的过程当中 还是会维持四线道 纵然得面临两年过渡期 柯文哲认为只是过程 完全不担心 不过悠悠卡无法刷进高雄捷运问题 可就一个头两个大 卡在2000万加值建制费和高捷 瞧不容 连轻轨都不给劲 让柯文哲扬言 干脆北捷也封杀一卡通 反正我这人都一向心存善念 就说好玩 那就我们就先开放 如果现在我们开放让他进来 然后他用技术阻挡 那这个当年是赫神弹的主张 你要不要帮忙 那个是最后一招 但是那也不是什么好方法 我们还是不要惩罚人民 对不对 再把球丢还给中央 要交通部长贺承旦 想想办法帮忙解套 但北捷高捷 双方都不愿各退一步 这个捷何时能解 不只是北高两个市府的问题 更攸关众多民众权益 欢迎讯闻洪熙玉 旅家横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费 在我们下方的帝 费 我们下方的帝 费 费用 费用